恭喜你如果你已經踏入wordpress自行駕站的流程 而且已經有些經驗的話呢 針對你到底應該選擇哪一個布景 你一定會傷透腦筋 因為在我剛開始接觸wordpress的時候 大概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布景主題出現了 那後來呢有一個叫Theme Forest 就是這個布景主題森林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後來就很紅啊 大家都知道說要買布景應該到這個網站來買 因為這網站布景森林就代表它好像森林一樣集結了非常多的布景啊 可是呢那時候我就很頭痛啊 那到底應該怎麼買 應該買哪一個網站呢 後來大家就會推薦就是去買那個賣最多銷售量最好的 譬如說這個Avada就常常在這個第一名 然後還有其他的布景主題 那每一個布景主題 你每次去試用一個布景主題 你就要花掉幾十塊美金啊 像這個69塊美金啊 就大概要兩千多塊台幣嘛 那每一個都要幾千塊台幣幾千塊台幣 我那時候試了差不多有五六個布景主題 花了花了應該一萬多塊以上了吧 最痛苦的就是你每一個布景主題買回去之後啊 你都要去重新摸索一次他們的設計邏輯 每一家公司出的設計邏輯都不一樣啊 所以每次換一個主題你就要摸個幾個月你知道嗎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細節啊 非常的痛苦要去研究那麼多 所以一旦網站換了布景 你就等於要重新學習一樣 很痛苦 有人問我說那你為什麼要去買付費的布景主題 我們看一下 其實在Wordplace它的後台的外觀布景主題裡面 你一旦安裝布景按了那個安裝布景的按鈕之後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出現了呢 這邊的布景大部分都是免費的布景 免費的布景哦 那你說你只有這些免費布景可以用了 為什麼你還要去這邊買付費布景呢 為什麼 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免費布景它裡面有很多控制項都是沒有的啊 像這個這麼陽春 我這麼陽春這麼陽春這麼陽春 它裡面可能有很多細項控制是不能控制的 什麼樣叫細項控制呢 我隨便點一個預覽畫面給你看好了 譬如說這 這是這一個網站 那你看 這個看起來就很陽春 然後可以修改的 譬如說選單 有太多地方不能夠做修改 譬如說這個部落格 它的樣板就是死板板的 你不能做其他太多修改 所以大部分人都還是會去購買付費的 畢竟付費的是商業版的嘛 它可以修改的細項就很多啊 後來呢 我就發現說 我這樣一個一個布景買也不是辦法 結果在大概兩年前吧 Extra這個布景主題就突然串紅了 Extra這個布景主題 雖然它是只有一個叫做Extra的布景主題 譬如說 好來我看一下 我現在安裝的就是Extra布景主題 其實呢 我只安裝了 目前只安裝了兩個布景主題 一個是用來預防外力 就是這個布景主題掛掉了 我可以暫時切換到 這個原始的 Opress預設的布景主題 去做debug 其他的我就沒有裝了 我就只裝一個Extra布景主題 但是Extra布景主題裡面呢 內建了240多個不同的範本 這裡 240多個不同的範本 所以等於是你安裝了一個Extra布景主題 你裡面呢就有240多個範本可以去挑選 你看這一個範本都等於一個網站 我可以先在這邊去預覽一下 這個範本是不是我喜歡的 我的網站如果想要呈現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再去按套用 套用之後呢 我的網站版型就是這個範本 我再去根據它的文字和圖片 去做修改就好了 我們要注意 去做一個網站套用範本 我們要在後續怎麼樣才能利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 重點來了 並不是說你要學會 多麼懂得去修改網站的技術 這不是重點 最大的重點是它有這麼多範本 你到底要選擇哪一個範本 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它才能夠讓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你要的網站 譬如說我要的是運動風健身風的網站 OK我挑這個 然後去把它看一下我的預覽 看看這個預覽的結果是不是我想要的 譬如說這個我很喜歡 好代表什麼 代表我需要去更動的細節很少 你就是要去挑這種你需要更動的細節很少的網站 那你不要的部分呢 就直接整塊把它刪掉這樣就好了 不要大量的去修改 這才是最節省時間的方法 你不要說挑了一個範本之後 我這邊也要改那邊也要改 我到處改那你就花了 本末倒置了又花了好多時間了 所以範本這麼多好處就是你可以去仔細的挑選 寧可把時間花在前面 仔細去挑選每一個範本 哪一個範本是比較符合你的需求的 因為畢竟你範本安裝完畢下去之後 這個網站基本上你就是不要再動了啦 沒有人一天到晚在那邊範本換來換去 這個不喜歡那個不喜歡一直換的 你一定是預覽每一個範本找到一個你真正喜歡的 你將來要修改它可以花最少時間的方法 然後去安裝這個範本之後呢 我們就只要去修改它的文字 它的logo 它的圖片 文字的內容 這樣就好了 然後它的每一頁呢 你都可以把它點進去看 是不是你要的 這個每一頁都是它的範本內容 每一頁都是它的範本內容 都可以把它點進去看 好 所以你安裝完之後呢 這些內容都已經存在了 那你就可以去根據這些去做修改 這樣是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網站美工懶人包裡面呢 就是附送這240多個範本 你們都可以自行去挑選 自行去下載 去安裝 當然你不可能說一個網站就安裝240多個啦 而是說你擁有240多個範本 讓你去挑選 當然你要安裝幾個是你的自由 你一個網站當然就只能安裝一個啦 那你看看他們的定價 他們定價是每年都要收款的 每年44塊美金 等於是每年都要1000多塊 每年都1000多塊 這還是最便宜的範本喔 你看如果是要中級的話 是每年要付127塊美金 等於是每年都要四五千塊了 那還有更貴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省下這些費用 直接買我們的教學課程的話 你都不用再付這些費用了 因為我們已經支付了最貴的這個方案 我們已經支付最貴的這些方案 我們可以幫我們的客戶去安裝網站 沒有限制幾個網站 所以只要是你買了我們的課程 你就是我們的學生 你就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都可以提供網站的範本給你們使用喔 1249塊 那目前是打折 所以它是賣749塊 美金喔 這和台幣也是要兩三萬塊錢喔 好 趕快心動吧 讓你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學到如何使用Extra補錦主題 讓你的網站更專業喔